我感觉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确实对待这个事情是一丝不苟的 那就是说他指导学生的时候 包括他在航天训练这两年 他在线上指导学生 那么他的学生给他发这种论文 就是他是改得很仔细 包括这个里面的公式都会帮着推导 然后的话要求也很高 就是这个还是我们都觉得可能这个是非常难能可会吧 因为他本来在那边训练就很辛苦了